本视频由Tobier原创制作 如今国家经济实力越来越好 很多人都能够购买一辆汽车 满足日常使用 即使买不起新车 还有二手车可以选择 但是很多朋友不敢选择二手车 其原因是对二手车市场的不了解 二手车市场因此给人的感觉也是水比较深 那么二手车市场到底有多复杂 如何在二手车市场选择 二手车也是很多想购车的人都明白的 购买二手车可以从所在城市的二手车市场购买 也有新兴的众多二手车网站 每天广告也是铺天盖地 并都声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对于这个消息肯定是噱头 商家是以低收高卖的方式经营 没有不赚钱的服务商 差价只是通过另一种服务费方式收取 其次二手车的车员问题 车辆本身被导手转卖 大多数情况是发生事故车辆受损 维修翻新后出售 好一点就只是当纯的被车主淘汰 车辆本身并没有问题 这也是很多人最担心的问题 怕买到事故车泡水车 所以二手车商和平台在收购二手车时 也会先通过检修平台评估 但是这些检修平台的水平也是有好有坏 所谓的全车全查可能也有十来分钟走走过程罢了 如何分辨和购买二手车有这几个建议 一 使用年限可以查看发动机的名牌 了解汽车的生产日期 来判断大致的使用年限 按一年两至三万的里程数 来比对里程表的数字 如果太高 那么汽车使用太频繁 汽车磨损较大 如果太少 那么可能就有作假的嫌疑 二 汽车质量还是找自己比较熟的修理厂 来复检以便汽车是否经过大修 尽量通过大的二手车市场和平台购买 因为手续比较齐全 售后有保障 最后 建议大家在购车时 提前了解一些汽车相关方面的知识 避免购车时吃亏上当